辞愿含二义 业者 如日本 呈现法诗人 不知虚命过 于善不尽 于我不恐 六道凡夫不就这个样子吗 舍善 戒律为夷 好死 知道是好 不肯干 不能进进 贪嗔痴慢 舍我也 知道这个不善 天天干 不怕 这是什么呢 没有宿命通 如果他真的有宿命通了 他就不敢造过业了 为什么呢 善 三善到的口包 造屋 三窝到的口包 这个苦乐 悬殊 太远了 就不敢 不认真地学习了 万善 这句话非常感叹 什么人呢 六道正三 佛菩萨 佛菩萨看得清楚啊 他知道自己的 宿命 也知道别人的宿命 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 对凡夫家 对凡夫家 与之 过去因 你要想知道 你过去是造作的什么因 今生 今生 受这事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都是果报 前世造的业 这一生你得的果报 与之来是果 我来是怎么样 今生 做这事 我这一生 干的事是什么 我这一生 所做所为 来是果报 这一生 所受的 这些苦乐 是过去生中造的业 这两句话 你也是真正听懂了 搞明白了 你就心平息 好 遇到什么样的困苦 艰难 你不会怨天又人 你会自己反省 自己改过自信 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 能把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减轻 可以把现前所受的还活 这就是改造命运 改造命运要靠自己 别人对你无能为力 要靠别人来帮助你改造命运 那是迷信 那是骗人的 佛菩萨 绝不起骗人 你们读了凡事实 你看 云古禅师 教员 辽凡的 那些 开导 辽凡先生 听懂了 接受了 回去 一教奉行 果然命运就改了 连寿命都延长 袁辽凡先生 原本受命只有53岁 他明白明了之后 一生努力 修身既得 74岁走的 延寿二十一年 这是什么 知道命运的一个好处 人不能不知道 那么现在我们看 世间人 赶走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复发 也不相信孤身些些 心里面 只存着眼前的明文力 无止尽的去追求 活得非常辛苦 他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 到时候 堕落在卧道里面 后悔莫及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